来 我们有请下一个选手刘孟杰来自我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晚上好 我叫刘孟杰 来自湖北宜昌 今年24岁 今天晚上来到菲林莫淑的舞台 主要是想找一份策划的工作 谢谢大家 听工作人员说你是个女汉子 是有一点 因为我平常比较喜欢那种极限运动 但是我目前还没有去尝试过这些 但是我吓我一跳 我们在面试湖北的女生的时候 我们永远要经历住意料之外的小心脏的砰砰跳 阿兴 你没有从事过极限运动 请问你喜欢什么极限运动 我比较喜欢蹦极这些 那你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 如果说有经济条件支持的情况下 我肯定还是会去选择这些 蹦个极要多少钱蹦个极 一百块钱 在计划之中 这也算一个人才 有梦想 请问一下你 既然想要挑战极限 却不敢 那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仗义直言过 或者是说看见一些不公平的现象挺身而出 之前我们公司有过那种乐捐的行为 不能再执行下去了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看样子是一个在生活当中 憋不住藏不住话的人 你今天来面试的工作 我看到这个需求上面写的是文案策划和新媒体 你从事过类似的工作吗 我有从事过文案策划工作 我们能够看到你曾经策划过的作品吗 之前有过那个公众号 不知道您这边有没有收到这边我的作品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今天把你刚才的面试 一个来到非你莫属求职的女生 酷爱极限运动 却从未尝试 来写一篇文章 你会取一个什么标题 我得想一想 给你30秒 待会我们的王总 王昭阳也取一个标题 这也是自媒体高手 好期待呀 这是一老一少之间的战争 时间到 来 王总 您想到了吗 其实还没有完全想好 好 来 孟杰 你想到了吗 我大概是想的有一个思路 但是这个标题可能有过于很长 没关系 你说说看嘛 热爱极限运动 为什么他迟迟不去参加中间的一些理由是什么 就是大概我可能还会再独猎一些 因为这个题目可能是太长了 确实有点长 不止一点长 王总还没想到吗 说实话我也还没有想到 王总 您放弃了 我帮你想一个 曾经想仗见天涯 后来因为没有同伴就没去成 啥呀 这个 爱你这个表情要不 思想的巨人 行动的矮人 非你莫属 哦 还不错 其实还可以再简约一点 我想冒险 但怕死 你今天面试的工作 非新媒体不选吗 嗯 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是销售 哎 这是个好主意 为什么想做销售啊 我觉得我个人沟通能力也不是很差 而且销售是我一直想要去考虑的一个岗位 是这样 说到这里的话 这个无论是做文案策划还是做销售 我的建议是 孟杰你的这个薪酬是能稍微调一下 对 要调一点 这个通过刚才整场表现 呃 虽然我们觉得很欢乐啊 你让觉得很愿意跟你沟通 但是专业能力上面还是有短板 你难得的是他愿意做销售 但是你的这个底薪七千 能不能稍微调一调 嗯 是这样的 我现在是在深圳 然后我觉得这个薪酬的话 可能暂时还是无法下调 附老师啊 他是不会特意愿意调的 因为他简级上有写 他上一份他辞资原因是因为降薪 所以他辞职 所以他对薪酬应该非常看重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瘤 还有十三盏灯 啊 太棒了 怎么 笑一个呀 这么好的事儿 你看 来 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 孟杰 我这边也不太会什么 我们这样好不好 我们来个临时起义 你是一个蹦极的娱乐场所的销售人员 你要把这个门票 卖给这些企业客户 让他们带着员工 作为这个拓展训练的一部分 去参加这个挑战 我给你选一个对象 就是那个特别高冷的王总 行不行 好的 好 来试一下 王总您好 我这边是蹦极集团的一个工作人员 实际上我们最近有在推出一个活动 以前的话是差不多是300元一个人 但是我们现在会有一个策划活动是 如果说加上集团的话 这边会优惠100元是差不多一个人员是200块 不知道您这边是否感兴趣呢 我不知道这个是否安全啊 我们市场已经连续做了差不多有十几年 这个口碑的话 您这边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如果说您这边有身体不适心 脏病之类的同事 就还是不用去参加 但是我觉得想要去克服一下 平常的一些胆样啊 或者是想要去放风一下的同事 我觉得是完全是可以去考虑一下的 那这样吧 我购你们的团队票 然后你带你作为我们的领队 带领我的同事们 你可以演示一下去跳 可不可以 可以的可以的 没问题的 这样我可以先演示一遍 您看一下 如果说您觉得同事的能够接受的话 这样我们再购票也不迟 没有关系的 这边都没有关系 好的 如果你都敢跳的话 我们的同事们应该都敢跳的 好 那个孟杰你真跳吗 我真跳啊 我之前没跳是因为我没钱 来来评价一下它的销售 一个没干过销售的人 我觉得它销售很不错啊 完全是用生命在销售啊 我觉得很好 王总认为他的销售怎么样 我说其实我没有太为难他 如果就说 其实在这个 我觉得价格是一方面啊 就是其实在这个 推荐你的产品的时候 重点第一个 希望说你这个产品 能够给客户带来什么 它的价值在哪里 把你的价格优惠 放到最后去说 我觉得作为一个 从来没有销售过的女生来说 我觉得还可以呢 托老师 我觉得他只是不却场 如果作为销售人员来讲 他可能这种成效 就是这种销售目标感不强 刚才这边老总也说了 就是确实没有为难他 但如果是一个竞争的环境呢 他如果没有成交的意识的话 可能就跑单了 稍等稍等 曾华你可以为难他 那刚才是王文静没为难 你现在为难他 你试试 我不相信这个女生 我也却场 一样我出个题 那个因为我看他刚才 那公众号上面 有介绍那个子龟的骑橙 而且应该是他写的 能不能把骑橙卖给花姐 对可以换一个产品 可以吗 孟杰 可以的可以的 你好 我是土生土长的湖北宜昌人 我们这边呢 这边一个子龟一个骑橙 是现在一个当季的一个水果 是这样的 这边橙子的话 水分也是比较足 然后是最近不是要过装午吗 然后我们这边 骑橙的话 也会跟月饼一起 或者是种子一起 会跟你一起发放这种 为什么要跟月饼和种子一起发放呢 为什么这样 其实我蛮喜欢吃那个骑橙的 但我不是特别爱吃 这个种子和月饼 那也可以的 我们这边也有那种 当卖的一些产品 那当卖的产品的话 它可能会更加的实惠跟优惠 好谢谢 其实我挺喜欢吃那个骑橙的 但是因为我们家楼下去有卖吧 所以我在北京买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 您在家楼下买是 它不是原产地提发 我们这边的话是 每天的话会有人工 现采现发 那就是水分的话 这边也会充分的火线 这边您完全可以放心 我特别 我想问你一下 我们偷偷接岛 确实要给员工发一点东西 其实我是爱吃骑橙的 但是我的同事可能会觉得 发粽子比较有仪式感 应该怎么做呢 那您可以这边先发一个粽子 然后再配上一个提成 我觉得她孟杰在这一次的活动中 我真的是还蛮看好你的 就是你马上记录状态了 你这一次的回复 比上一次的回复 我觉得更记录状态 我觉得这一段最大的问题是 这姑娘要做的是策划 但策划真的有问题 没见过谁把橙子跟粽子 月饼在一起策划的 这个供应链得多贵啊 雨昕差这道 雨昕说的就是我刚才 为什么要送她一个口给她 因为紫龟是屈原的故乡 所以正好是端午节 所以你刚才那个点特别好 说我现在 因为我从屈原的故乡 踩了橙子送给你 赶上端午节 我还有粽子的礼物 它是一个特别好的故事 然后她没有说出来 我就特别想说这个 给你送给你一个题的 我们是这样 人家是没有卖过东西的 我们今天要考的是 它销售的感觉 一个人不触销售 有热情又有销售感觉 这就是基础 我问一下 就是刚才我看到 你老家是湖北宜昌的 你说你现在是 就是一定决定在深圳 其他城市 没有考虑回宜昌老家来吗 这边第一支项是深圳这边 然后第二支项是湖北宜昌 对 另外刚才我觉得 听到你的各种的整个的表现 我觉得你是比较极其乐观 真诚 并且应该说 从来没有做过销售的 所以你反映说 你应该是具备很多的销售的潜能的 就是你愿不愿意说 先从电商的客服上是网络的销售 做起以后再慢慢地 到那个网络的文案策划 这个方向发展 就先有一定的 网络销售的经验之后 我想对你以后的文案策划 这个工作也很有帮助 如果说以后的发展 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前景的话 我这边是愿意从提腾做起 而且我个人也是比较 能够去吃谱这个样子 好 第二轮选择去获利 还剩下三盏灯 场外两盏 场内一盏 来 写题版 灯花 请盘牌 六千加是销售是吗 销售 对 我是觉得孟杰非常有销售潜质 啪啪 我一点也不觉得 我是觉得从她的身上 反而是刚才我加了那个问题之后 我看到了她非常愿意接受挑战 我特别喜欢 你看 她也挺降的 没看出来 做了这么多年生意 还保留着一种非常淳朴的 降降的性格 我们给的是这个策划的专业 然后可能 然后底薪是这个 三千五加 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宜昌 孟杰考虑十秒 留下两盏灯 你的答案是留下哪两盏灯 这边会有花姐跟安琪 这边 好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 谈前不成感情 好 现在只剩下豪总和曾总 在价格问题上你要谈吗 要谈 跟花姐 你要谈到多少 七千五啊 那孟杰我是觉得你特别有销售的潜质 但是你现在对销售的技巧 以及这些经验的把控 其实是不到位的 也就是说你有时候可能会发挥 发挥的特别好 但有时候呢就不一定了 那你到斯凯勒之后呢 其实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其实我们做销售啊 这种它本身的经验呢 它是会带来客户的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我找一些很成熟的销售 它可能有三五年的销售资源 它不光是它的销售技巧 而且它也有客户 所以呢我更希望说你 来了公司之后慢慢提升 但做销售这份工作 它确实是薪资会比较高的 但是起步也就是这个数了 好 不加 请你问郝总一个问题好不好 给男人一点面子 我没有面子 我实际上按我个人来说 我希望他到斯凯勒去 我觉得刚才那个 发动讲得很好 就是非常看好你的销售证证 并且我相信你能做好的话 在斯凯勒也很好的发展这个空间 你自己考虑吧 考虑十秒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安琪教母斯凯勒 或者是谢谢再见 孟杰你的选择是 谢谢再见 好吧 很遗憾 人各有志 希望无论如何 你依然保持你灿烂的笑容 谢谢你 再见